各位亲爱好,欢迎来到老团转象棋 本集机器的系统跟大家讲解梅花普类第17讲 这本梅花普是所有象棋爱好者走向的象棋职业高手必读的一本书 因为它里面的构式非常的给人开阔思维 我读这本书的话,足足的涨了两个码的水平 好,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主题 杭的POWER平五,黑旗的马八正七 杭马二正三,黑旗的竹三正一 古普的走平方马的话,跟我们现在走平方马的顺序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走这首期也是一般喜欢者G9平八 黑,杭方的G1平二,黑旗的G9平八 旗的G4走成一个巡货巡货,巡货巡货的作用一般的是宫舍两立啊 他是宫舍兼备的一种方法 黑的马二正三,红的冰漆进一,黑旗这里自然的要吃掉 横峰的也吃掉,黑旗上主的磨通马路 前面几期我们都讲过了横峰的泡拔平期的变化 这几期我们都是讲的横峰的冰山静一的变化 那冰山静一走到这里想必有很多期哦 逐期静一就把人家冰给吃掉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肯定就错失了两极了 这里黑旗啊,最佳走法的肯定是炮腿啊,比较紧测 你这个是航峰并不能吃 否则黑旗啊,跑平台一打的话 你G一躲的话再打一枪的话啊,九路就被人打掉了 横峰呢,只能够的平炮了守住啊,横峰的七路线 那黑旗就平炮了打G 好,红橘就躲开,黑旗的挑马踹上去 那红橘在反左,黑旗啊,再反左啊 这双马去拆这种局啊,这种方法也指的大约去学校 那指的这点啊,这个黑马的拆着G,这个炮要打到底下 侧着G的,所以这个是横峰的想斗指的话呢 就只能打向,那黑旗就吃掉,横峰再吃掉,黑旗的再挑嘛 下手机还是要打到这个底下啊 啊,谷普给出的招法呢,是马八正九 可能有些企业要问了,这里居士平起行不行呢 啊,居士平起是不行啊 如果你走居士平起的话呢,黑旗啊 他直接单点呢,他就直接马上钉四啊,就可以了 复杂一点的话呢,走得更酷一点啊 就可以了,先飞向 你如果吃马的话呢,他就打底下啊 你如果推格的话呢 那他再得挑马上去,这也要打向,也要这边要挂脚 那你如果守住他这个挂脚的话,他会怎么样呢 那他会用饼吃过去 你也鞠不能吃鞭哦 否则他就将一群把鞠给抽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横旗啊 布局是大亏 所以呢,居士平起呢,是不可以的 谷普给出的招法呢,横峰是挑马 那挑马的话,黑旗自然就不愿意跟横峰对调了 因为这黑马的话,走的部署啊,很多 黄马只走的一步起啊 这么对子的话呢,是部署上死吃亏的 所以黑旗的啊,挑马的准备刮脚将军 那黄蜂他补了个事 黑旗再吃过去,黄黄的把这兵给捉死 如果你不做是这个兵的话,黑旗再冲两步起,你这个马就遭殃了 那黑旗在平炮里,把鞠给亮出去啊 那横梦就吃掉,黑旗啊,就平炮 这几平炮是非常厉害的一首期啊 我们在上几个里讲过了 因为有不什么齐的,有一个炮射啊,进八啊 打鞠的起,非常的凶猛啊 我们上几个讲的是居士平八 啊,结果被这黑黑炮啊,进去打了吧 整个骑行就崩溃了啊 那这结果呢,我们就不讲这路变化了 啊,这路变化呢,大家可以去查看前面的视频啊 啊,那这个是黄蜂呢,知道黑旗有这么一首期 所以黄蜂呢,这几个里我们讲呢 如果把那炮拦住,那这个时候黑旗又该怎么办呢 那黑旗这个时候就给平炮,这里打底下将军 黄蜂自然呢,都飞向 黑旗啊,再打呢,黄蜂呢就打过来,黑旗啊 黑旗这里啊,不要用炮去打麻 如果用炮打麻,那黄蜂就啊,过来一桌是个猪说 这里啊,黑旗,黄蜂给出的答案呢,非常好 用炮去吃啊,那这个时候,黄蜂就进去过来抽姜 哪知道黑旗是意高人胆大 故意的将军就就把这马吃了 那旗有名看一下,这个是黄蜂能不能抽姜呢 啊,这里是不能抽姜啊,所以的古谱当时是上向的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不能抽姜,如果抽姜的话,那这个旗啊 那就上当了啊 啊,想必现在看,大家看明白了吧,黑旗有个什么呢 这就是反将的起 啊,所以走到这的时候呢,黄蜂就不理想了 下手起,他真的是要抽姜了 所以黑旗这个时候就上将啊,啊 不给黄蜂呢,抽姜的机会 黄蜂的出局,黑旗守住,黄蜂的拐出来 黑旗呢,进去吃麻,黄蜂卡四,准备兜底将军 那黑旗也吃掉,黄蜂呢,再进去,啊,黑旗的一将 黄蜂落下,啊,走到这里啊,大家可能看上去 应该黄蜂可能要引起的,是吧 再讲两下,把剧烈在定调位的话就要引起的 但是这里黑旗有个巧舌,什么巧舌呢 就是气聚啊,气聚把你这个局给逼回去 啊,以后你的攻击速度就比黑旗的慢了 我们接下去看就会明白了,刚好的比黑旗慢了 为手起,那黑旗再一次,下手起这里是,进泡是要闷杀的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黄蜂用炮拦住,那黑旗这个时候 不能用炮去打,如果用炮打的话呢,这个企还是挺麻烦的 古朴来给出一个更佳的折法,什么折法呢,我们看啊 把前面这个平开,以后用这个炮下去将军 那黄蜂呢,就再下来,准备要杀黑旗,黑旗就一将,黄蜂呢 电炮,黑旗再平均过来,下手要进炮来打炮,杀旗 所以这个时候黄蜂呢,先将了两手,但是这个数据错是,将死黑旗的啊 只是让黑旗这个将啊,打了团轮转,但是并将不死 那走到这里,下手起打门弓,所以黄蜂要得救旗,只能得乘个4 但是乘个4的话,这个时候黑旗啊,就进局啊,把这个帅给定住 这里不要用炮去打炮,用炮打炮将军那会上来的 用了这个局像定区,然后用炮再打炮,他就死定了 那走到这里的话,黄蜂这个旗就已经无解了 如果想解的话,就只能用这局砍炮,人家砍定的局 那还是得输起,所以古朴走到这里啊,就没有再演变下去了 好,这盘旗的话呢,其实可以学的知识很多 比如刚才那个进局,用局去吃,不用炮打 还有那个反将什么之类,还有刚才那个气局砍像 把这个局引回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手法 好,如果我的讲解的话呢,对你有所帮助 请大家来帮忙多多的点赞,并且来关注或者转发 好,我们下个视频呢,再见